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吗 我们必须要让音乐留下来 假如说我现在写了一首歌 那你觉得我在意的是说 今年年底的排行冠军 还是20年以后 还有人会唱这首歌 我从来没有当作一个歌手 来唱过歌 这张唱片里面 西风的话永远的微笑 虽然音符简单 歌词简单 可是他的音乐的生命的感情 是丰沛的 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 这张唱片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板人物 2022年我们又听到了 罗大佑带来最新的专辑 但是他这次唱的 不只是现在的人生 这次的专辑唱出来的是 他 是你 是我 我们这一生当中 各种各样的生命元素 交织 柔和 穿插 所形成的旋律 让我们一起欢迎 罗大佑老师 我把树也都染红 我把树也都染红 今天我把树也都染红 今天我来看你们 你们变旁又变高 你们可记得 我把树也都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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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唱着唱着突然觉得 这首很适合农历春节 红色 染红 西风 对 老师 你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是 是不是跟我一样 是小学课本 小学课本里面的 对 因为那首课本翻开 对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小时候唱 就是不觉得这个歌 很有很有韵味 但是现在唱 今天唱 我觉得非常喜欢 因为我们小时候唱的时候是 黄志就觉得 它是教科书里面的歌 但是你面对教科书 小朋友就会觉得 好硬 要背歌词 要背歌词 要背着旋律 要提唱 还不能唱得更加不一样 可是大了以后 五十多年以后 你去回想这首歌 它真的带到一种很简单 但是很扼要的意境 我觉得艺术家好了不起 而且你知道我 刚刚在唱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歌词就这么 我看四行吧 五行 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 其实人生里面红花也好 没有了红花 红叶也好 对不对 那后来是 秋天的时候 它就是染红了树叶 那繁花似锦的时候 我们反而不会看到那个红叶 挂在蓝天上那么美 就是人生一定有变化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觉得已经忘记的旋律 然后后来又跟老师的歌重新编的 每一首都是 在这次新的专辑里面 对 因为 其实这次新的专辑里面 其实每一首歌 我们挑的都是我小时候 一直到成长的过程里面 影响我蛮大的歌 而且后来我们在做的时候 都发现说 原来这里面所有的 辞的作者 曲的作者 跟当初原唱者 都已经走了 我们觉得把一些已经走掉的人 他的音乐 再把它在另外一个世纪里面 重生出来 那个过程是令 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因为你觉得 他没有复活 所以在新年的一开始 我们一起来分享大佑老师 他的快乐跟他的痛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慢慢聊 谢谢 大佑老师 但是2021年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 对您是非常非常特别 值得记下来的一年吧 因为这个金曲奖里面 特别贡献奖 对 不好意思 您太客气了 但是我觉得 特别贡献奖之后 马上半年就推出了新的专辑 因为这两年 其实我们都没有停过 因为从2020年2、3月开始 疫情一开始慢慢沿动起来 我就觉得 这事情看起来不妙 那我就跟旁边的同事讲说 我们不能停 我们觉得 这种时候其实 人的气都会低 然后 其实人的气低的时候 你受感染的机率就大 那音乐在这个时候 其实就反而可以扮演某种角色 因为我们都要戴口罩 我们都要隔离 但是透过声音 可能可以把一些人的那种 平常察觉不到 你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你在平常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 那种人的那种 那种跟大自然 跟天地之间 跟神也好之间 那种气把他连起来 一开始武汉的病例出现了爆发性的 然后死亡变成悲剧之后 大家开始觉得要变了 然后那个变就是越来越沉疾 越来越死急 越来越停下来 好 反而老师你是烦得想 对 因为我以前干的那个行就是 就是Eason Hair 所以在某方面 我会比较 比较特别小心 特别敏感一点 我觉得人维持住一种 人之间的那种联系是重要的 那这个专辑也是 好 专辑叫Ankocchi 大家看到 这个笑脸其实很像 老师有一个专用的那个口罩 对 的那个笑脸对不对 是 这个笑脸是不是你后来就在疫情 其实它还没有真正爆发前 你在中国有一个演唱会 就是台下所有的人 其实那时候是戴这样的一个笑脸 口罩 好久没看到人的嘴了 更不要说看到人的笑脸 我觉得我们把一个笑脸 一个smile 一个人跟人沟通的时候 会觉得有会心的微笑 而且觉得生命是正面那个感觉 Ankocchi是 老师自己曲的 对 因为 这些曲子像我刚刚讲 这些曲子 所有作曲家 作词家 原唱者 都已经走 很多都不在了 很久以前的歌 这些歌都是1960年以前的歌 但是 我们希望 借着这样的一些曲子 把他们的生命的创作 带回来 把人的生命带回来 把那个时候的人 怎么活的也带回来 但是因为现在只做黑胶 所以要预约 你要预约 然后才可以得到这张黑胶唱片 无价了 反正你到时候预约 你就知道价格了 为什么只做黑胶老师 那段时间不是有一种 产品不叫CD ROM 那我就很兴奋 我就去买了一台机器 它右边是CD Player 一边是CD Recording 然后这边放音 这边就可以录音 因为你可以录音 自己很开心 那录录录录录录录 好几张 录到最后 可是有个事情要做 就是你得把那些歌名 要写上去 对 那我一边写歌名 一边写歌名 哎有什么歌名 那么麻烦 要写写写写写 我买了半年 后来我想到一点 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 十七十八岁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听一些 英文歌 听一些日文歌 我那时候为了一首歌 我可以找了半天 唱片找不到 然后我叫我爸说 你日本买得到买不到 我歌 你美国买得到买不到 为了一首歌 我可以干这个事情 但现在那么多歌 我歌在我手里 我连抄名字 我都懶得抄 我这怎么回事情 那我想可能是因为 科技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一下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 我们会很珍惜 我们太习惯 用那个反射动作去过生活 对 那黑胶它多麻烦 你要买来 你要拆封 它还蛮大的 搬家的时候提个第一个 你会丢掉就是书 因为很重 对 第二个是黑胶 一丢就是丢黑胶 对 可是那个时候黑胶你看 拆封然后拿出来 它里面还有那一套的一个胶 叫胶套 然后拿出来以后 你还要轻轻地拿出来 你还不能碰到那黑胶的面 拿出来以后 你先擦上一下 把它放到上半去 然后唱针 这样慢慢慢慢放上来 它就有个仪式感 连听完你也不是啪的按掉 或是像那个手机 听那个串 不是 就还慢慢慢慢的 对 嗯 对 它就有那个时间 在转转转转转 开始 Playing 那个感觉 这样 数位的世界 我就少掉这个东西 大家都放 喜欢这个歌 哪个唱片哪一首歌 一下就跳到古典音乐 一下就跳到Jazz 对就像上次 我陆开买 这边做了一个非常优秀 影帝节演员 他就说 现在怎么演啊 大家这一段剧情 不喜欢快转 Fast forward 不看演技 就是看剧情的结果 对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人类活在一个很有效率 很方便 科技非常发达 你随时可以四倍 十六倍 三十二倍 快转的一个世界 而且你不要的话 你随时可以转台 你电视不喜欢 你还可以去有线 你有线不喜欢 你还可以去YouTube 但是那么多的这些频道 有替我们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吗 陆港 尤其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第一场出来那个陆港的民众 那种欢呼声 他其实在直播的第一个镜头 就是在为台湾人祈福 因为大哥先去上香嘛 祈完福以后 然后上台做这个演出 2020年夏天 全世界忘不了 新冠肺炎疫情 开始张牙舞爪的蔓延 音乐教父罗大佑 带着超过一百人团队 从陆港小镇出发 一花东路线上直播演唱会 就这样生猛地在台湾四地现场 大声唱出来 用音乐踏遍台湾乡野 罗大佑的歌声伸出一双大手 苦味不安的人心 音乐跟娱乐行为 就是居中的行为 那我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就是我们反而不能听 因为音乐是比较容易 跟大家讲一些 message的一个行为 他就是直播摇包 然后他就是想要深入一些 平常不太有这种文化活动的象征 因为你们不能出门 所以我就到那个地方演给你们看 我觉得大佑哥最大的特性就是 他也觉得说 当一个创作人 就是必须要在 浩资超过千万的一花东路 巡沿路途 转换不同交通工具 表演曲目 也随不同地点量身定做 音量可能要大一点点 等一下 台东一定是最早的乡村 人最早是乡村的地方 那我才想到那个 无相印象的歌 这才会有活跃 台东厂来到面山背海的天地舞台 罕见地融入琵琶和糊情 与世隔绝的疫情 立刻出现四滴浮现的奇迹 只遇到上一只窗 再遇遇遥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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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经典绿岛小夜曲 更是连乐手都感动的奇迹疲疙瘩 中间有一段尖奏是那个 喉风琴 我觉得我那段 反而是手有一点 不太听指挥 那是觉得 为什么这一刻我可以看着绿岛 那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 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就是在伊兰 就是在伊兰 四场直播演唱会 平均每一场超过三十万人浏览 背后全力相挺的Line Today 投入超过百万预算 原来总经理陈丽仁 本身就是罗大佑铁粉 希望音乐教父领头开创 让音乐人与全球性的观众 有更多元化的连接舞台 其实他选的那个时段 都是可以从天还亮着 一路唱到天暗下来 按到他包括用空拍机 用各种方法 把各个不同的角度带进来 后进的这些乐团 也去参考到 当时宜花公路的这个形式 不管是运镜 不管是编曲 甚至于背景 这些都做到最好的安排 然而直播演唱会 充满不确定性 花莲场次就遇上台风来搅局 多大优汉团队 得和老天爷抢时间 敢在风雨来临前 完成十四首歌曲表演 强调与在地连接 和售票演唱会的观众 多是随机游客 舞台上表演者 注意力从观众席 转为面对面的伙伴 这个罗大佑团队全神贯注 在各种环境限制下 反而更享受表演当下 激荡出华丽演唱会里 没有的火花 真的那个表演的能量 跟那个现场Live演出 都不一样了 没有Live audience 我们的那个focus 都很清楚是在歌曲本身 跟我们那个底 我们比起看到对方 那种互动 那种chemistry 音乐有时候是一种 化学的发酵 对 就是每个人的反应 不一样之后 沉浸在那个气氛 氛围的时候 会堆叠上去 就是宜花东路的直播演唱会 那现在也成为了 宜花东路季的纪录片 宜花东路纪录片 呈现音乐与在地的结合 多达又不但诠释 40年来的作品 耳熟能详的民谣 串起许多人的回忆 也催生2022年的新专辑 《安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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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歌我第一次听到 大家的时候 是在大概我七 七八岁的时候 正好看到电视的表演者 就小朋友 小朋友装个水手 胡须 然后跟个女的当阿婆 那一听这个歌好 蛮有趣的 那这个歌同时就是 他那个memory 那个记忆就打进去了 后来我才想到 黄霍大老东可能 他最早的影子 就来自这里 2019年 罗大佑曾在哈佛大学 华语流行音乐 四十年讲座里 分享从小到大 聆听的音乐 为他一辈子的创作 累积厚实基底 新专辑《安可曲》 罗大佑回归歌手身份 要向《成长记忆》里的歌曲致敬 《安可曲》就是 《一花动路》的 那个进化出来的 专辑的呈现 你这歌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不是 只有heat sound那么简单 他是从小 从小 罗大佑听到长大的 所以他多 再多了一个layer 一个层面 是他从小长大的 一种记忆跟情感 心上的人 有多少把 不论是1962年的 超梅阿朗格纲 还是1940年 永远的微笑 往昔的点滴回忆 转化成罗大佑吟唱时 满满的感情 崭新编曲合音 更仿佛跨越时间繁离 留下俊勇的感动 当你在唱一个 你的感动 跟从小到大 这个带给你 那么多的想像 你整个完全投入 我们常常讲经典的歌 但是对于很多 年轻人跟新世代的孩子 他其实是没听过 但是他的编曲 又让你觉得 他好像是 这个当代的音乐 即使是流行歌曲 他如果写得好的话 也可以像古典歌曲一样 他流行的是上百年以上的 用现在的人的模式 来做编曲 证明说音乐它的力量 是在人类最虚弱的时候 它可以让人提升 吉免音乐创作人 时时向外流动 随环境移转 紧抓刹那涌现的灵感 更要向内探寻 翻找最初最深层的情感记忆 由内而外 不断反思 咀嚼每一段生命历程 这个停不下来的音乐诗人 就像他的音乐一样 总是以不同的层次 拨开观察 呈现自己和世界碰撞的经验 最后淬炼出 属于罗大又是 独一无二的感动 我们可不可以放一首来听听看 好啊 好啊 现在欧阶上 我现在看这个 它上面的第几条 那文已经不清楚 所以他们先把我放好了 我看一下喔 好 对 这个以前我们要放的 设计这样轻轻的下 那是音乐 对 你的传统名歌 都经过在旁边 对 你改变过 这首也有 这首也有 对 这整张专辑在编曲的 复杂度在哪呢 我们最怕的就是 人家会拿来跟原曲比 这跟原曲很像 或是说 这听不懂 这跟原曲太不像了 所以它正好卡在 你不要跟原曲很像 跟听不懂中间 你得找出一条 新的轮线出来 每一首歌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是很大的工程 很大的工程 这个四五个编曲家 然后语言就有五种 然后八九十个音乐人 一起完成了一张唱片 不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 就更加的相信确信了 因为这么多编曲人 他听这个旋律 他都有感受 然后用一个重新的方式 让他重生 可见的这些是永恒的 我们必须要让音乐留下来 因为假如前辈们把这些歌 像姚敏 像黄志 像陈歌兴 这些都已经走掉的作曲家 他们留下来的音乐 都在五十年 在六十年 在七十年以后 我们还觉得它是活的时候 因为我这样问 假如说我现在写了一首歌 那你觉得我在意的是说 今年年底的排行冠军 还是二十年以后 还有人会唱这首歌 是 我当然在乎的是 我们能不能留下什么的后代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多 跟罗大悠老师现场 再多要一首专辑里面的歌 要是 你还要不太赌 我对了 我专辑里面的歌 我对了 我废� 我对了 你还要不抵 你都在上楼 我很和我 我云里面的้尽 她的 牺牲的人有多少暴增 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躲着我仅有的春花 我不能不让谁吹起我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 人里的笑容有那样 人里的笑容有那样 老师这是哪一年的歌 神哥已经写的 然后是周旋唱的 民国二十九年 一九四零年 对 那我听过的时候 你看也已经是 在我听过的时候 已经是老歌翻唱 因为我的印象是 以前听群星会的时候 有人唱 他也是将近半世纪了 唱周旋的歌 是啊 对啊 你看一九四年 一九四零年那个时候是 太平洋上的战争 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像那么久 七十多年以前的 八十年以前的歌曲 这太 就是你会鸡皮疙瘩 这样的歌 它还那么活生生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 因为有时候我们记得一个人 可能记得的就是 一个神情 一个微笑 对 这是陈歌兴 他在认识 他女朋友 就是他太太的时候 送给他的一首歌 后来他们结婚了 那他儿子陈刚 就是后来梁柱 写作曲的作曲者 这首歌你以前第一次听到 然后到现在 你2022把它重新唱 重新编曲 献给大家你的心情 一个男的 叛到一个女的 然后他们聊天 他们出事卸购 然后他们开始了解对方 然后他们从心里面 再到他们的表情上面 浮现出微笑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沟通 然后他们后来就 结尾连理 所以这个微笑本身代表 他们的一种 承诺 一种沉默 一种愿意把我的一生 交给你这个感觉 那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是幸福的 人生你不可能碰到很多 类似这样的幸福的一种缘分 你在不能动的时候 你反而要动 尤其是越不能动的指头 你越要去动它 因为我们的双手 是我们全身最expressive 最会表达的一个肢体 当你手指是灵活的时候 其实脸代表你的情绪 跟你自己所有的思绪 你的思绪会比较逆 感谢观看